背对背缓,方便修练一体机操作使用方法 首先插上电源,打开电源开关,开始加温 接入气泡,8毫米的气管直接插上就可以 加入热熔胶,这个盖两边有两个旋钮给它动开,然后把盖拉开 胶一定要使用中文胶,每次把这个胶锅给它加满 机器出厂设置的温度是160度,然后这个红色的数字达到160度以后 打开,启动电机开关,打开这个胶子器开关,开始启动 脱条板组装,把这个支架给它组装好,然后中间有一个螺丝固定好了 这个地方,底下有一个黑色的那个色料,它是垫住这个方管的,给它固定好了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圆盘,圆盘的高度,跟这个台面的高度齐平 进口线钢,进口线钢,根据封面带,封面带的高度给它调好 它比封面带的高度高一毫米,刚刚能过来就可以 然后把它放入切刀口就可以了 出口线钢也是这样,根据封面带的高度,给它调好,比封面带高一毫米 然后这个切字头,让它冲里面 冲里面哈 这个地方是个压料的,它压料轴 板子刚刚能过去就可以,然后压住板子,不让板子上下动的 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以后,打开这个电机启动开关 打开这个调度器开关按在一上面 调度器这个旋钮,开到50到100之间 电机就开始启动了 取直线,开关,拨到直线 台面就要开关管用 拨到曲线的时候,这个脚踏开关管用 然后我们把它拨到直线 封一个直线的板子 板子压住这个开关,开始放带 修片机形成开关,把它固定到这两个螺丝上面 这个滑轮根据板子的高度啊,给它调好,板子能把它推过来就可以 然后这两个也是压板子的 板子在这个台面上买,轻轻通通通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这个修编机开关,我们开始修编 板子碰到它,它就开始修编 看一下,这就是修编之后的效果 好啊